随着520总统就职大典越来越近 中方的文攻武嚇也越来越频繁 截至到15号早上的6点 国防部争获了多起攻击动态 还曾经一度飞到距离基隆西北41海里处 创下了近年来第二接近大台北地区的记录 另外国台办发言人也向赖政府喊话 针对520就职演说的内容 必须要严肃面对明确回答未来的两岸关系 接到任务我国战机迅速起飞 520总统赖金德即将上任 不过对岸对台施压力道也不断加大 截至15号早上6点 国防部争获共击45架 其中有26架越过海峡中线 距离台湾最近时 曾距离基隆41海里 创下近年第二接近大台北地区的记录 挑衅意味浓厚 军事专家说不排除和这因素有关 昨天传出美国海军跟中华民国海军 在西太平洋的公海进行战术的操演 所以中共可能就是针对这样议题进行传递 它政治上不满的讯号 不满台美悄悄进行军事演练 中国又视为警告 而赖金德的就职演说 对岸的态度先不强硬 抛出一道选择题 是对赖金德保有一丝期待吗 在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的演说中 赖金德再度表明对中立场 就职前营造善意的氛围 两岸发展的解套契机 就看赖金德演说的表现 记者上面的王伟成台北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